陈天 干什么呀 搞得这么神秘 别说话 闭好眼睛 一路往前走 往左边点 我有眼睛痒 别摘 别摘 都说了别摘了 他把你吓得 好轻松 就跟平时走不一样 不要 明明刚刚走得挺好的 怎么 非要我抱着你啊 现在试试 试试看 对 就像这样 嗯 怎么样 看样子是不怕了 那我们 就玩点更有趣的 走 好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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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疯了 这么高 大学怎么办啊 你呀 就是变着法让我抱着你 我没有 嘴硬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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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帮我放天灯好不好 好 宣忠 公主殿下 宣 按照大王的旧旨 春秋过后 正在说你们的事 我们的事 快进来 福室关乎国运 过去每年都是由皇帝 来主持营帝神晋牌位 皇后在旁左里 如今国运刚刚转换 这仪式上的东西更应该慎重 这祭天的确是国之大事 但我只是名义上的公主 并不是真正的宗亲 恐怕不合礼数吧 我的公主啊 偌大的乡曲山几千黎民 还有谁比你的身份更尊贵呀 祭天 名在顺天矣 实则定民心 现在您是大骊国唯一的公主 这数以千计的大骊子民 心系于您 自然是合理合法的 是吗 这旧制中啊 公司祭天的都是皇帝皇后 储君和储妃 只可惜现在 不过 老祖宗传承了一个形式 就是可以立一个协礼之人 但公主殿下尚未婚配 不知是否介怀 相国大人 您就别让弯子了 偌大的乡曲山 还有谁比紫辰更合适啊 原来这就是 藤人家屋的感觉啊 好玩吗 你看那儿 好亮的星星啊 喜欢的话 我们去把它摘下来 好 原来天上最亮的不是星星 是你的灯啊 我倒是觉得 这天上最亮的 是你的眼睛 吗 小白 九云大人 有个小孩被吸尸伶俐了 什么 以老臣所建 这阵子 紫辰 陪公主殿下一起亲民 当然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是啊 我们家玄珠和紫辰的姻缘根基 本来就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微臣 左紫辰 愿帮助公主一同操办 祭奠仪式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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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人 村里有妖 妖怪在大肆破坏 伤了不少人了 你快去看看吧 我去看看 走 走 走 就是她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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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她是被人稀释伶俐了 小花 川儿 让开 小花 终于醒了 是谁干的呢 这么着急吸人伶俐的 还能有谁 山主 川儿 照顾好小花 我和小白去去就会 好 走 好了 好了 赵棚啊 救命啊 快点 快 赵棚快走 快走 快下来 快走 快跑 快跑 阿四别跑 快走 快 小朋友 没事吧 快走 走 快走 后面有条小径 大家都去那里 快离开 快跑 小心 群住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群住 你们没事吧 没事啊 没有受伤吧 没事 黎明已经被疏散了 到底是何方妖物在作祟 小白 保护好黎明 我去讲他 走吧 走 惊恐吧 愤怒吧 我凭你们这些蝼蚁之力 也敢辱没我的仙山 今日我就让你们也尝一尝 这家园被毁坏的滋味 我原以为 你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功力 没成想 却还能招出妖狐 为什么这么做 九云啊 你也是神仙 这些凡人的哲乳 你就能忍得下去 当初我看 虽有他你 却是掉淳良的伤 没想到 你却为了自己的修为 连个孩子都不帮过 今日 我必要为民除害 你 别杀我 别杀我 放过我 放过我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是不是要找晴莹师 我知道他在哪儿 什么地方 我 岂北之地的火山口 熟悉吧 以前 之所以一直不告诉你 一呢 我是想把你和灵灯 都留在我的身边 二呢 我是担心你 我担心你若去了 会死在哪儿 你若是敢骗我 我照样可以杀了你 我 我就这般模样了 我 我还敢骗你吗 你好好仔细想一想 质地古怪 能吸取三界 所有能量的宝物 生长于 至阴至阳之地 除了极北的火山口 其他的地方 你是不是都找遍了 九云 现在我想清楚了 我们两个人 师徒一场野霸 朋友一场野霸 这件事情 我都应该告诉你 九云 九云 你相信我 你若不去找青莹时 南蛮妖王 早晚有一天也会找到你 会找到香取山 找到那个姑娘 还有他的骊国子民们 到那个时候 你觉得索灵钉还有什么用吗 惯人上仙当年法力无边 不也是受不了他吗 此时 你不宜再托了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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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你认识 你认识 不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这香驱山 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八虎灭了 不久云哪 这都是你的宿命 就算我不告诉你 你也躲不顾 你 小东西 想哭什么 忍得 忍得 你知道 今天要燃尽你啊 九云的命 是师父给的 师父要燃 九云灭闪 您这要是红鲤鱼 黄鲤鱼 花鲤鱼 还是绿铝鱼啊 想吃驴 驴 在香驱山 男跟女之 平平淡淡 和谁啊 你啊 这天生最良 是 是 我 是 是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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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你去吧 乖乖等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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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罚一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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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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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 一会儿记得把这个东西给拿上别忘了啊啊啊 我会追随你 直到轻声尽尽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我的小厨娘 怎么变成木匠了 我房刚刚没柴了 我过来拿柴呢 也顺便帮个忙 傅九云大人大驾光临 找我有事情啊 说 前川儿 回来帮忙 来了 带我再说啊 川儿 曹花已显 雨几时 流深海的紫 水满了曾经化作诗 几百成年 天轮子 多香一生死 任由光颖白发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行了 上来 来 你干吗 你放我下来 我带公主去疗伤 大家继续干活 好嘞 好嘞 好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受伤了 也没跟别人说 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情 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忍着 我带你自己说 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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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带走 这种独特 你带走 你带走 我带走 孩子们应该在读书吧 你把我背着 就是来跟我述职的吗 我的意思是啊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么多的事情 累吗 不累 以后别在我面前省枪 不要忘了 我 一直在你这儿 走 快走 快走 我不走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紫辰 你那天 什么 没什么 我看看 我看看 伤口裂开了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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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知道吗 疼吗 问你 我 你 会让我晓得 可是我 我 有 两个人 mej 有 在各位 我 来 楼树 姑娘 你看这木头 质地有松软有粗硬 这质地坚硬 纹理细腻的成为硬物 这运刀 要利落有力 刀刀相扶 爽气而不腻 这才是基本的功法 公主殿下 我刚好路过这儿 来看看祭殿的东西 准备得怎么样 回公主 大小器件 你准备得差不多了 不过新祖灵牌 只剩下雕刻明文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秦姑娘 古道热肠 来帮我搬些原料 她特别好学 特向老夫请教这雕翼 火房还要准备晚餐 公主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小人先告辞了 怎么 对自己的事情还挺负责任 小人只是身居其职 负责任是应该的 好啊 身居其职 看到你这个做百姓的 这么恪守本分 还想着来学习这些繁杂的事物 那我这个做公主的 怎么样应该少你一个机会才是 老师傅 先祖的牌位中 帝女的名门刻了吗 回公主 还没有 给他课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 这先祖临位 还是交由专业工匠统一制作吗 小人 小人怕记忆不经 耽误了大点 你倒是很谦虚啊 怕是你除了做公主 其他的事情都能胜任吧 来 把牌位给他 姑娘 为已故的弟女 好好地渴 我没有了 还跟我说 你给我回家 哇 我去那个 你没错 你快来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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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 我去那边 你去那边 我去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这么小心 没什么了 都是小伤 对了 你早上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就是 我的镜子丢了 想借你那个同镜应用 你不是有小白吗 小白 小白是照妖的 怎能够照出大人我的风神俊朗啊 害不害臊 就是因为害臊才没说出口 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给你吧 虽然我不想要了 但这个也是大力的质保 你好好保存着 别搞丢了 放心吧 收着吧 我会把他带到最后一刻的 好 没什么 我帮你帮 不用 我自己来 怎么了呀 你困你回房间去睡啊 我困了 我走不动了 那你 那你 哎呀 嘴巴说这不要 身体去喝成是吗 盛情难去 下去 下去 你下去 好 傅 傅雅雅 你干什么呀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我 我 我也不怕你 你不怕我了 所以我才要看看 一会儿你要怎么对付我 过来 过来呀 陈晓就这么一直陪着你 你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 , 我在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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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 慢点啊 辛苦了 来来来 这个苹果放在台子上 还有这个苹果放在这边 桌子放在台子的前面 这边 好 小心点啊 启禀公主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几天大典就要开始了 紫辰大人呢 大人已经去往宁碧殿 督促各项准备事宜 这本不应该您做的 那玄珠知道情况的 她应该会理解 心里衣食 一切事情都应该妥当处理 那现在呢 从回香取山到中秋 再到祭典 你就甘愿一直逃避吗 无论我逃避与否 地女在人们的心中 就只剩这块灵牌了 你在我心中不是一块灵牌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现在站在我的面前 你还记得之前的地女吗 就算身为香取山的小小杂役 也会奋香沐浴 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原则 不甘于平民之乐 因为她知道 重振大骊旗帜的人 只有她 果然 在你心中只有她才是定女 走吧 去祭天大骊 哈哈